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抓紧来看一看首发搭载的小米14系列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吧 这次发布的小米14系列依旧分为标准版和Pro版 配色方面是有岩石青 黑色 白色 以及标准版独有的雪山粉 素皮配色 外观部分标准版和Pro版本对比前代最大的变化就是摄像头的部分明显有所增大 细节部分镜头采用了阶梯状的设计 而且在背板和闪光灯等部分做了细节上的变化 实测标准版机身的厚度比Pro版本更加薄 标准版是8.4 而Pro版本是8.83 反正我当然希望越薄越好 越薄握着越舒服 镜头凸起方面相比较于前代 由于传感器的升级 实测标准版的镜头凸起就增加了1.5mm 而Pro版本增加的不多 只有0.5mm 金属材质的边框最大的变化就是顶部取消了之前扬声器的开孔 还有红外线的开孔 当然你先别着急 本次依旧是双扬声器的设计 而且上下扬声器的声音大小 我们实测了一下 和前代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 至于米家用户非常常用的红外线则是被隐藏到了摄像头模组当中 也就是原先我们遥控智能家居是把手机指向那个方向 现在我们要用手机遥控智能家居就变成了向那个方向拍照了 不知道这个操作方式的改变你能否接受呢 背板材质方面 本次Pro版本取消了陶瓷材质 这也使得整机的重量明显下降了 实测14Pro的重量相比较于13Pro下降了12g左右 达到226.4g 一边是陶瓷材质 一边是更轻的重量 是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打一打二 看一下同学们的暗幕 至于我更加关注的标准版实测出厂自带贴膜的情况下 标准版重量是197g 控制在了200g以内 手感还是不错 屏幕尺寸方面 标准版依旧是被大家好评的 主要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小屏设计 那屏幕尺寸只有6.36英寸 这个大小在目前一众旗舰机型当中确实是独树一致的存在 当然它整体的边框控制的依旧是非常优秀的 拿在手里也确实很舒适 区别比较大的是Pro版本 屏幕采用了龙晶玻璃 强度以及耐刮性能的远超普通玻璃 6.73寸的大小和前代保持一致 但是屏幕由双曲面换成了全等微深曲面屏幕 简单来说就是屏幕的四边角以及背板的四角的曲率R角是一致的 保证以同一曲率向下弯曲 直观来说就是既保留有直屏的观感 又兼顾曲面屏的触摸手感 并且还有一定程度上去减小屏幕的黑边 尤其是统一了四边R角的宽度 这样在视觉上有一种屏幕浮起来的感觉 这样的显示效果在以往的小米机型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实际观感还是不错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到线下店实际体验一下 实测两台机器屏占比 小米14Pro90.7% 标准版是89.7% 来看屏幕参数 标准版分辨率1200乘以2670也就是1.5K Pro版本分辨率是1440乘以3200 使用了定制的滑星光键C8发光材质 局部峰值亮度最高可以达到3000几特 而且全系都支持LTPO 可变刷新率以及12比特色深 还有之前受好评的色彩管理 也就是专业原色还有多屏铜色 实测在亮度方面 全屏显示白色图片的时候 小米14手动最高亮度达到788 而强光照射全屏显示白色图片 最高可以达到1152 都是旗舰机的水平 至于显示效果方面 咱们找来一段HDR视频 大家来做一下对比 你更喜欢谁的颜色呢 另外还有大家关心的屏幕护眼方面 小米14采用的是全程DC调光 而14Pro则是高亮度下采用DC调光 低亮度下则是1920的高频PWM调光 这次关于小米14系列的马达出感部分 也是有所升级的 并且还是联合清华未来实验室 共同研发 小米14Pro的硬件更是采用了 比X轴线性马达更好的 超宽频线性马达ESA1016 之前的小米马达的调教 已经是很优秀了 这次让我们更加期待了 具体的表现咱们戴上耳机 云视听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完了外观屏幕 下面就是大家关注的性能部分了 毕竟小米14系列是全球首发第三代骁龙8处理器的 它的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咱们抓紧实测来看 第三代骁龙8移动平台的CPU 采用的是1加5加2的核心架构 基于ARM最新一代的IPV9.2 64位的指令级 CPU的峰值性能提升30% GPU部分的核心规模增加20% 并且支持硬件光追 以及网着色技术 Mesh Shading GPU峰值性能方面提升35% 在功耗方面相比较 之前同等性能条件下 CPU的功耗会下降34% 而GPU的功耗下降38% 数据提升还是挺多的 当然以上都是官方的参数 咱们来看一看小米14作为首发机型 实际表现怎么样 首先是安兔兔 v10的跑分 两台小米的手机 跑分都来到了200万以上 相对于上代的旗舰机型 妥妥的是遥遥领先 其中小米14 Pro分数稍高 相比较于去年发布的小米13 提升了30% CPU部分在Geekbench 6测试里 搭载了第三代骁龙8的小米14 Pro 单核成绩是2191 对比去年的机型提升有限 但是多核部分提升比较明显 多核成绩7250 相比较于前代就提升了30% 再看GPU的部分 在3DMark Wild Life Extreme测试场景中 小米14的跑分达到了4660 整体表现很优秀 对比去年发布的小米13提升了23% 在GFX Bench测试当中 1440p的雷屏测试达到73帧 而1080p的雷屏测试达到176 对比前代的帧率提升大概11%到17% 再继续看曼哈顿3.1以及3.0的雷屏场景 同样成绩优秀 小米14来到257和370 应该说今年高通处理器在性能方面提升的幅度 还是挺大的 整体20%到30%的提升 其实还是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期 看完跑分 再来看一看实际游戏里的表现 首先选择屏幕亮度300nit的情况下 打开王者荣耀 设置为最高画质以及最高帧率 运行30分钟 游戏结束之后都是满帧表现 重点是看温度 正面是34.8 背面是33.3 在王者荣耀这种低负载类的游戏里 它的温度表现确实很优异 甚至可以说拿在手里 对比之下有冰凉的感觉了 而小米14pro这边的成绩 大概相当 温度稍高 正面38.9 背面是39 功耗方面30分钟 小米14 整机功耗也只有2.76 真能耗是22.9 对比骁伦8.2机型 下降了35% 当然这是在低负载的情况下 下降的确实挺明显的 再来看一下重度负载类的游戏 原神 打开高画质60帧的设置 运行30分钟 结束之后平均帧率是58.7 温度方面 正面的温度是43.7 背面是42.1 Pro版本成绩大概相当 这么看下来的话 14这两台机器对比友商 其实提升不大 你可能会感觉表现的也没多优秀 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参数需要注意 通过监测软件 你可以看到它的实际渲染像素素 小米系列的产品 它的渲染分辨率相比较于其他的产品 明显更高一些 也就是同样的帧率的情况下 画质会更加细腻 再看一下帧率图 整体来说有细微的波动 24分钟左右的时候 帧率达到55帧 随后又有上升 功耗方面 30分钟游戏结束之后 整机功耗是5.5瓦 简单 总结一下处理器的部分 整体来说 这代骁龙8震3 提升确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在它的CPU多核性能部分 其次就是在像王者荣耀这类 低负载的游戏或者是应用当中 它的整机功耗下降 确实是有很明显感知的 这一点在日常使用当中 感知会更加明显一点 而面对像原神这样的高负载的游戏里边 它的整体功耗是略有下降 简单说就是下降的没那么明显 当然时间非常短暂 所以我们也只是测试了 它的处理器的性能 还有游戏方面的一个出息的表现 这次其实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更新 那就是AI人工智能 可以说以上性能提升远不止 AI处理能力方面的升级那么多 而且还包括在端侧的AI大模型支持等等 不过具体的还要看中端厂商 也就是手机厂商他们对AI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如何 那关于AI这部分内容也请大家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 稍后为你详细的呈现 除了性能部分 这次小米14系列的影像依旧还是很吸引人眼球的 全系列搭载了莱卡的Sumilux镜头 了解莱卡镜头的小伙伴一定知道 Sumilux系列主打的就是大光圈 还有非常不错的光学素质 这次小米14两台机型 后置的三倍镜头覆盖了14 23 46以及75 4个焦段 其中46毫米是高像素融合1.2μ大像素得到的 三枚镜头的色彩风格也做到了统一 硬件方面先看小米14主摄是5000万像素光源猎人900传感器 1.3英寸大底23毫米焦段F1.6的大光圈 另外两枚镜头分别是3.2倍的75毫米浮动长焦镜头 最大是支持到60倍的数字变焦F2.0的光圈 超广角方面采用的是5000万像素14毫米超广角F2.2的光圈 而小米14 Pro版本相对于标准版的区别 主要在于主摄是支持1024级别无极可变光圈 可以在F1.4到F4.0的范围内自由调节光圈值 还有就是超广角镜头Pro版本还支持 最近5厘米的超级微距模式 另外75毫米这颗浮动长焦镜头 最大是支持到70倍的数字变焦 具体到这两台机器的成像素质方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样张 首先是色彩风格方面 依旧有莱卡生动以及莱卡经典可选 莱卡经典更倾向于明暗的对比 尽量去避免光线对于色彩带来的影响 整体的风格化会更进一步 而莱卡生动主要是倾向于提升暗部细节 整体的样张色彩更为平衡 先看主摄样张 标准版和Pro版本的成像风格几乎是一致的 对比友商的产品应该说各有优势 小米对于光影的信息留存更多 放大到细节 小米14对于锐化的控制要更好一点 看另一组样张 小米14系列和友商对比 整体的成像风格上是有明显不同的 小米的这两台机器更注重光影 以及风格化的表现 当切换到莱卡经典模式的时候 感觉更有味道 而友商这边更多的是保留高动态范围 这两种各不相同的风格 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当然苹果这组高动态范围就表现一般 天空部分的色彩还原 没有表现的那么准确 除此以外得益于光影猎人 这颗主摄传感器 小米14系列可以直出14bit RAW和Ultra RAW 方便后期进行更加精准的调色处理 来看两倍46毫米胶段的样张 虽然是融合大像素的方案 不过小米整体的解析率表现 依旧是不错的 可以看一下细节 以及整体样张的宽容度 来看重点 本次长焦镜头 依旧采用的是 3.2倍的75毫米浮动长焦 首先颜色方面 小米这边的色彩 饱和度更高一点 在另外一组光线 比较复杂的场景当中 小米这两台机器 对于光影明暗的处理 是恰了好处 层次分明 整体来说长焦端 这枚3.2倍的长焦镜头 成像素质还是不错的 而且75毫米焦端镜头 也可以更好地突出拍摄的主体 避免画面杂乱的信息 比较容易出片 两台机器的差别 在于Pro版本的这枚镜头 最大是支持到70倍的数字变焦 而标准版 最大是支持到60倍的数字变焦 最后就是超广角方面了 整体的宽容度都不错 色彩也更为真实 这里放几组样张 大家感受一下 来看夜晚的场景 首先光线复杂的情况下 四台机器的第一观感 其实差别不大 不过放大到高亮的灯光处 小米系列对于高光的压制 会更明显一些 另外小米14和14Pro 搭载了多层的ALD 超低反射纳米度膜 从光学上可以减少 鬼影和炫光的问题 这组样张可以看到 表现最好的是小米14Pro 灯珠清晰立体 没有出现明显的炫光问题 其次是小米14标准版 看到江面的细节 小米这边的鬼影数量 要明显更少一些 来看人像方面 默认模式下 小米14Pro的光斑虚化效果 是很明显的 得益于物理可变光圈 整体抠像更为精细 还有在面对一些微弱的点光源部分 也会有不错的虚化 以及光斑的效果 另外放大之后 人物面部有一定的默认美颜 当然本次小米14Pro 还增加了小米13Ultra上面 所下放的接拍模式 双击音量键就可以快速启动相机 完成瞬间的抓拍 默认开启的是35毫米人温焦距 同时你还可以选择 23到46毫米的焦段 来抓拍一些动态画面 实际的成片质量也是比较高的 再配合来卡影调 质感十足 很适合摄影师扫街 最后来看一下电池还有充电方面 小米14是4610毫安时的电池 配合90瓦的有线秒充 还有50瓦的无线秒充 这样一个小巧的机身 配合这样的电池容量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而小米14Pro的电池容量 以及有线充电功率 则是更进一步 它配备了一块4880毫安时的电池 以及120瓦的有线 还有50瓦的无线 两台机器均搭载了 小米自研澎湃之一的 电源管理芯片 以及P2的智能快充芯片 先看一下充电速度 小米145分钟 可以从显示1%充至26% 充至前台显示100% 一共是34分钟 完全充满至捐流结束 一共是40分48秒 小米14Pro版本这边 5分钟可以从1%充到35% 到显示100%一共是23分钟 充满直至捐流结束 一共是26分10秒 实测充电功率最高 小米14这边达到73.5 而14Pro这边最高达到98.8 再看续航方面 经过常规的五项测试 最终小米14剩余54% 而小米14Pro剩余55% 整个的续航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对比电池容量 相似的机型来说 表现是很优秀的 简单总结一下 本次发布的小米14全系列 两款机型 首先是标准版的小尺寸 相信依旧会成为不少人的首选 如果是追求更好的拍照 显示效果 以及大电池 还有高功率的充电 那么Pro版本则是更进一步了 当然还有不少小伙伴 关注最新的小米澎湃OS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升级和玩法 可别是改了个名字 我自己当然是预期非常高的 尤其是对于人车家全生态的体验 未来的小米手机和未来的小米汽车 能不能够来到1加1大约2的感觉 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吧 稍后为你带来非常详细的 我自己非常期待的测试